268集 呼的一声 一枚半黑半白的丹药自麒麟口中吐出 正正与第一道雷霆迎面相碰 丹药急速旋转起来 周围形成一个气流漩涡 竟将这一道雷霆吸入漩涡之中 这是什么状况 山上围观的人倒吸一口凉气 一枚小小丹药 竟然能够吸收天雷 寻断尖的脸色变换隐约觉得有些不妙 冷哼一声道 哼 装神弄鬼 赤焰金麒麟乃是灵体 直接对上天雷稍有不慎 很容易被打散 不过正全意高人胆大 并不急着召回他回来 反而指挥着他 敏捷地穿梭于雷电之间 引导那一枚丹药不住地吸收天雷之力 整整五道天雷转瞬即逝 但是天上的雷云没有丝毫要散起的迹象 反而越发浓厚 寻断尖与其余燕族的炼丹师神情目染 只等第六道天雷降下宣布他们的大败 第六道天雷轰隆一声 毫不迟疑积世而至 这次天雷的力量显然已经不是先前的五道雷霆可比 丹药上形成的漩涡也承载不了 当场被打散 不过丹药本身却越发显得光芒夺目 众人刚刚松了口气 空中忽然又是轰隆一声 竟然是道天雷 郑权也没料到会是这个结果 丹药能够承受的天雷之力显然已经到了极致 再来一下 很可能会将丹药毁坏 寻断尖只感到绝处逢生 暗判这一道天雷来得再凶猛些才好 眼看着电光一闪 第七道雷霆就要降下 郑权顾不上其他 从怀中顺手取出遗物 向空中抛去 将丹药照在其中 那物件扔出去了 郑权才后知后觉 想起那是什么 是他从前用的玲珑容日顶 但是他后悔也来不及了 轰隆一声 玲珑容日顶被那一道惊雷击中 翻滚着从半空中落下 顶身焦黑被天雷彻底毁坏 郑权收回宝顶 肉疼得脸色都变了 这个宝顶是丹妮当年求他的师傅 亲手替他炼制的上品灵器 算得上是两人定情之物 今日竟然就这么毁了 比割他的肉还疼 炼成八品丹药的喜悦 也被冲散大半 郑权一脸沉重 收起已经报废的宝顶 将那枚惹祸的八品丹药 放到预盘上 那枚丹药半黑半白 色泽并不固定 犹如八卦中心的阴阳鱼般 盘旋游动 丹药之外同样萦绕着一团雾气 形状变化无常 如同空中的星云 一些高阶修士凝神观望 镜色感应到天地阴阳之道 一个个呆若目击 压根忘了身在何处 修为差一些的修士 甚至觉得多看那丹药几眼 神魂都要被吸入 其无需任何言语 人人都知道 这一场比试已经分出高下 正全炼制的这枚神秘的八品丹药 绝对完胜 是阴阳万法丹 丹顶 你的脸丹术就是老夫也有所不如啊 丹然的笑容中充满了赞叹惊喜 正全还未从定情信物被毁的伤痛中缓过神来 听那丹然的极高的赞誉 也只是茫然的毁了句 长老过奖了 啊 郑大师果然是郑大师 宠辱不惊啊 这才叫真正的高人风范 那个什么寻断尖 不过是练成一枚普通八品丹药 就装神弄鬼 得意的跟什么似的 哼 真没骗 曾素已经彻底败倒在正全的盗袍之下 所有与偶像作对的人 就算练出八品丹药 也是普通的不值一提的 需要鄙视的 曾素仙子 其实这个寻断尖已经很不错了 不过郑大师比他更加厉害 朱朱虽然也很兴奋得意 不过理智还在 平静而论 行断尖炼出那枚引发五重天雷的八品天机丹 也是十分不易 当得起他七品巅峰炼丹师的盛名有余 就算八品炼丹师出手 也不见得能够比他好多少 曾素难得分出一点点理智思考片刻 嗯 不错 如果他太弱了 怎么衬托得出郑大师的完美 朱朱无语 场中寻断尖 惨笑两声横声道 好一个郑权 好一个丹族天才 老夫既不如人收拾不了你 不过你们也不必太得意 我艳势同样有顶尖人物 且看你们下一场 还笑不笑得出来 说法转身带着一众燕族炼丹师走回几方阵营 场边前朗深深呼出一口气 对身边几个同样不属于丹国的炼丹师道 钱某白活了几百年 到今日才知道 炼丹之道竟然还有如此境界 不虚此行 不枉此生啊 那几名炼丹师心有戚戚烟 点头称事 只有来自赵蔡松的六品炼丹师吴智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嫩嫩无语 他先前还向正权等声称 想跟他同场竞技 难怪人家不理他 差太远了 他这辈子都不知道 有没有机会能够分裂出火灵 更不要说达到正权 又或是寻断尖那样的境界 他大言不残述的那些话 简直就是自取其辱 寻断尖以正权先后带来的震撼 足足过了大半夜才慢慢的平复 天边曙光渐露 又是新一日的开始 而顶尖炼丹师聚会也真正到了最后阶段 台上那名原应其修士起身 向着两边的炼丹师深深一一 恭请八品炼丹师上场研发 丹染焚壁沁浮衣而起 一步一步走到天火祭坛之上 厌世的炼丹师们毫无动静 唯一一个八品巅峰炼丹师丹藤 窥然不动 不知内情的人面面相弃感到十分奇怪 丹染焚壁沁政权都是心里有数 丹藤身受重伤已经无力出手 厌世炼丹师后方悠悠地传来一声 犹如叹息般的长银 一个巨大的身影 自灵丹城的方向飞来 眨眼已经到了红云山顶 那是一条足有百丈长的赤红色大蛇 却诡异地长了一个人头 脸上一双乌黑的眼睛大的吓人 口中咸着一支火炬 烈焰眼影之下 那一张脸显得阴阳难辨 诡异迷离 这正是传说之中 同时具备阴阳神力的神兽竹笼 竹笼长长的赤红蛇身 盘膝着坐着一名灰衣老者 不用问就是当国的太上皇 燕士一族的上一任族长燕剑笛 这一条竹笼正是他的火灵 燕士天的风头太瘦 导致大家都几乎快要忘记 燕士一族还有这样一位厉害的人物 吸收了试经赤火的大长期修饰 八品炼丹师厌见敌 奇怪的是 在他的身边还站了一名戴着面具 身穿黑色长袍 把整个人裹得严严实实的神秘人 台上的主持人向着空中两人又是一一 朗声道 请两位大师生作炎法 那个神秘人竟然也是一名八品炼丹师 还要代表燕士与丹族比拼炼丹术 燕剑笛会出现 朱朱等所有人都能预料 奇怪的是 这个神秘人是哪里冒出来的 燕士从不曾听闻 除了燕剑笛与丹腾这个丹族叛徒外 还有其他八品炼丹师的存在 朱朱定定地看着那个神秘人 早前心里曾经出现过的不祥的预感 愈发强烈 他觉得这一次的聚会 燕士一族真正的杀手锏 就在这个神秘人身上 台上丹燕与焚笔沁 也很是意外 丹燕向那神秘人抱拳道 为请教大师 高姓大名 既然你们丹族可以让数千年前 已经死去的死人复活 我验识出来一两位你们见过的炼丹师 有什么好奇怪的 寻断尖阴阴阳怪气抢着道 丹燕根本不屑搭理寻断尖 仍是看着那神秘的黑袍修士 等他的答复 黑袍修士却像木头一样 既不回答也无其他反应 场面一时有些僵了 燕见敌淡淡地挥了挥手 不必多言 你们只要知道 他是我验识一族的炼丹师之一 就是了 说着从竹笼身上站起来 随意地跨出一步 从半空稳稳地落在天火祭坛之上 那一步仿佛只是下了一个台阶般的轻松自在 而天上的竹笼长尾一摆 迅速缩小到仅得一丈长短 随之飞落台上盘踞在他身旁 黑袍修士紧随其后 落在燕见敌身后急吃眼的地方 单场见对方坚持不肯透露 虽然明知有问题 却干脆不再追问 场外的修士见他们四个人各聚一方 准备开始练丹 都暗自采夺最后的结果 虽然丹族之前一直表现出众 吻压艳势一头 但是这一次的艳势的领军人物 乃是吸收了一种天火 又有火灵的大成器修士 他们着实看不出 丹族胜利的希望在哪里 台上主持人忽然道 四位都是炼丹师中的顶尖人物 自当知道同是八品丹药 炼制难度也有不同 用出效果更有不小的区别 然后你们想如何 吻壁沁挑了挑没问道 那主持人笑了笑 几位各自炼制不同的丹药 万一出来的丹药数量品级一致 那高下强弱就不好分辨了 所以老夫建议分成两轮 每一轮双方各处一名炼丹师 炼制同一种丹药 如此一来可以彼此验证炼丹技巧手段 二来也好方便大家品鉴高下 公平起见 双方各决定一次炼制何种丹药 如何 你们倒是想得周到 不过我们提出的丹药 你们就一定能够凑齐灵药材料吗 分辨沁自然知道这其中有猫腻 但是表面上看确实十分公平 他一时也挑不出毛病来 梵大师请放心 这里是丹国 八品灵药我厌世一族 还是有些储备的 主持人不慌不忙道 底肠上听了低哼一声 兴兴然道 哼 看来我们上回还没把他们洗劫彻底 好大的口气 丹国无论丹族还是艳世皇族 都有自己的药库药甜 大部分需要特殊存放条件的灵药丹药都在那里 竹竹轻声解释道 他们丹族被艳世皇族驱逐出丹国 想必那些裤藏也被艳世皇族掠去大半 这个主持人这么说 大不算是吹牛 天下间灵药储备最丰盛的必然是丹国无议 好 你们先画下道来 第一场 要练什么丹药吧 坟必沁道 那主持人看了眼 艳见敌的方向 等他示意 方才 丹顶练制的阴阳万法丹不错 这场 便仍是练制这一种八品丹药 想必你们 也有多备一份灵药配料 艳见敌从容道 坟必沁与丹染正全 齐齐变色 一般炼制七品以上丹药 炼丹师每一炉都不会炼制太多 以免发生意外 把珍贵的灵药进入浪费 所以会将灵药配料细心的均分成两份或三份 分次炼制 参加这种比试 尤其需要多准备一两份 万一失败 还可以重新再来一遍 政权手上也确实有另一份炼制阴阳万法丹的材料 艳见敌选择阴阳万法丹 好像是替他们着想 一来 他们肯定有准备好灵药配料 二来 他们刚才有人成功炼制 而且品质上成 旁观者也会以为 这艳见敌是不是 不分政权压了寻盾剑一头 所以才提出要炼制这种丹药 争回一口气 事实上 这根本就是一个大大的陷阱 艳见敌所吸收的弑金赤火 正是同时具备阴阳两种特性的特殊天火 在九大天火之中也是独一份 以这种天火炼制阴阳万法丹 简直就是占尽了便宜 焚壁沁眼珠一转 很快便又笑了起来 厌见敌要在这种事情上占便宜 那分明就是信心不足 他先前炼制了那么多丹魂服 只怕神魂受损不轻 再加上他进入大成期后 便将主要精力放在提升修为之上 甚少开炉炼丹 所以这么多年炼丹术 也只是停留在八品 这种种因素都是对他们有利的 这一场由我先上吧 当然你留在下一场 我总觉得那个黑袍修是有古怪 你尽量想一种你最有把握的丹药 待会儿留着对付他 分闭片传声 对端然道